好 各位朋友 请你们要准备 把雨伞拿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暴雨来袭 各位RAN要来了 RAN这次最特别的就是 他要来台湾办的演唱会 时间就是选在1月30号 而且场地就是在高雄市运竹场馆 RAN将会成为高雄市运竹场馆的 第一个来办演唱会的外国艺人 除了这个之外 RAN来到台湾 他的舞台很贵 他的秀费很贵 但是他的票价却非常的亲民 最便宜的票价 据说也创纪录了380块 好 最便宜的票价是380块 所以吃饱饭没事做 买一个380块的电影票 差不多吧 所以来去看RAN的表演不错 你比方说可能位置很上面 可是你其实有时候 你做上面的位置 反而看到整个演唱会的硬体 那才是最完整的 如果你是买最贵的门票 你可能就是站在前面 你这样子就只能看RAN 对不对 后面再放烟火 你这样怎么看 对不对 所以在不同的位置 当然有它不一样的事意 而且这一次高雄市政府 就是非常的support 我记得之前他们就说 让五月天给他继续唱 有没有 给他唱到12点也没关系 那这次RAN来 好 我不知道RAN是火会给我们 南台湾的歌迷朋友 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报应 OK 那大家非常的期待 因为演唱会的门票 已经在卖了 所以高雄市运竹场馆 基本上希望这次RAN的演唱会 能够容纳4万人 让4万人一起来感受 他那个精彩的魅力 而RAN他的舞台绝不马虎 对不对 你也知道RAN在舞台上的表演 每一秒 每一个小小的动作 他都要到位的 这是他对自己最大的坚持 所以我们期待这次 在高雄1月30号 可以看到RAN精彩的演唱会 除了这个之外 还包括RAN 这次来到高雄所办的演唱会 应该就是他当兵前的 最后一次演唱会了 所以各位台湾的歌迷 之后RAN就要去当兵了 这一次我们要好好来感受一下 RAN的美丽 而且今天在我们的日韩音乐风 我们特地有来自韩国 RAN在这个演唱会里面的 一些精彩的预告 还有一些精彩的画面 想不想现在感受一下 想 来 一起来看看 RAN 或是就 RAN RAN GYISM Seoul GYISM A GYISM radio 有看到Ren 他的演唱会的预告 对不对 暴雨传奇 你知道当他把衣服 这样一撕开的时候 我们现场工作人员 每个都说肌肉 肌肉难 每个都好像已经迫不及待 1月30号要去高雄了 原来是这样 好的 各位 这个不是只有Ren要来 还包括现在大家 非常喜欢的一组 这一组人 他们的名字就叫 M Blake M Blake就是Ren 他一手栽培的新团 对不对 这次Ren来到高雄的 市运竹场馆 办的这个演唱会 M Blake当然也会来 当他的嘉宾 除了这个之外 我要告诉所有喜欢 M Blake的朋友 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日韩音乐风 跟Trendy所合作的 这个韩国的内容 也会访问到M Blake 所以我来问一下制作人 什么时候会播啊 下周就有了 下周你就可以在 我们的日韩音乐风 看到M Blake的专访 独家请你不要错过